手上的巨二插角和白貝插角都已經成熟了 今天就來讓他們交配並投產吧 影片中場會公布上回抽海神幼蟲的得獎名單 不要錯過喔 插角鼠是我最喜歡的敲心蟲之一 旗下的種類外觀型態多變 從霸氣到秀氣 從黑蟲到彩蟲 不同品種各三勝場 都讓我愛不釋手 首先登場的是巨二插角交配 這對巨二插角的公蟲體型很小 但我覺得母蟲體型還可以 加上價格不高 所以就買來賭運氣 看看他們的後代是不是能拍得出喝順喔 插角鼠的交配並不困難 只要過織幅為13週以上 公母蟲就會變得焦躁 這時候將他們放在一起 很容易就能觀察到他們交配的行為喔 1個月 2個月 2個月 1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來是白背插角交配 因為上次白背插角繁殖結果不盡理想 只得到兩隻幼蟲 後來分別羽化成77mm和78mm的公蟲 沒有母蟲 本來覺得可能要斷種的 結果有位朋友看到粉專後來訊 用他的母蟲和我的公蟲交換 所以我又有機會讓這種漂亮的插角 繼續雷帶下去囉 真是幸運啦 白背插角的交配和巨二插角的交配 有點不太一樣 白背插角好像是多次交配 每次時間都不長 而巨二插角似乎喜歡交配一次 而時間較久一點 天外面 economicall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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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木濕度過乾會導致母蟲生產醫院下降 但太濕則會直接導致爛蛋或孵化的幼蟲病死 因此產木的濕度需要根據實際狀況調整 我這次用8公升的水桶當作容器 蓋子要打透氣孔 基本上容器要夠深 容得下產木高度即可 產木橫放或止放都沒有關係 而插角鼠的產房要點就是產木大約埋三分之一即可 母蟲只會生在產木表面 尤其是在木屑和產木交界處 因此木屑的作用就是固定產木和調節濕度 所以不需要用到非常昂貴的木屑哦 在木屑的中間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一桶也一样 放入果冻 再放入白贝插角木虫 插角的软大约一个半月会孵化 所以我打算两个半月后再来开产房 这样如果有生 应该差不多是一林末的幼虫 会好挖很多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观众 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 拜拜